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的官员左右为难 那么现在地方官员现在正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的命令 一个是来自于总书记 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那么另外一个是总理 总理最近一直在强调经济不能下滑 必须稳经济稳增长稳大盘 要保就业六保六文 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政策现在重新浮现出来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开始单打一 就是李克强批评那种情况 单打一一刀切 是不是因为这种疫情造成的人的这种不耐烦 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 德国的媒体分析 普京是不是因为长期的这个疫情抑郁了 搞得他有点 有点这个固执 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那么在2020年2月份这个17万人大会上 强调的还是要统筹经济发展和这个防疫的啊 当时那个疫情啊 来势汹汹还搞不清楚状况啊 现在这个疫情已经非常清晰啊 而且也有了先进的疫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付一个奥米克戎啊 却要比当时还要严厉啊 甚至就是单打一啊 李克强说的单打一刀切的去搞封城 动辄封城啊 那么主要的经济城市啊 七八成都都都在经历封城这种困境啊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搞啊 难道真的是为了二十大啊 要搞一个全国都处于一个紧急状态吗 或者说还有人 呃 禁禅言 搞高级黑啊 就是要让这个习近平落埋怨啊 惹得大家这个都不合 但是这也把习近平想的太蠢 呃 或者说 呃 但是呢 你你要说从普京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也能这么去理解啊 是不是普京周围也有人想 想让他这个陷入困境啊 所以这这种阴谋论展开了以后 你就没法去正常讨论问题了啊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篇文章上来讲啊 这个文章说呢就各级官员呢还是把这个清零政策放在这个呃 保增长之上 为什么呢 很清晰啊 那个是老大呀 对不对 习近平是老大总书记啊 什么叫老大 就是所有的政治委员政治局委员啊 都要给常委给总书记做汇报啊 他这他成了班主任了 他不是班长啊 过去的这个讲法那个啊 党的主席或总书记是班长啊 领着常委会议班人 那现在这个总书记成班主任了啊 这些人都要年终都要给他交作业啊 各这个呃 比如人大栗战书啊 就要给他汇报这个这个人大的工作啊 要要向总书记啊 这个常委要向总书记 这个政治委员向总书记汇报自己分管的工作啊 各个人都要去这样讲 或者总书记已经不简简单单的 是一个主持会议主持人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习近平似乎在把中国这个体制呢 呃你可以说开倒车 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和和这个 呃普京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普京也是他的总统府治下啊 各个部门什么立法啊 司法部门都要向总统府汇报工作啊 所以官员们的选择也很清楚啊 这个官帽子是在总书记那啊 那么总理又不管人事啊 他只是呃管管事务管经济事务 分管经济事务 那么现在貌似拿回来一些经济决策权 但是那你那个人事权还是能 还是在习近平那啊 对吧 所以官员很清晰 还是把呃清零政策放在这个增长啊 之上啊 啊 那么这是一个呃 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啊 他是在26日啊 26日的一个报道 那么他也回顾了啊 2020年7啊 这个2月 这个17万人大会啊 当时习近平啊 呼吁在呃 大流行开始的时候啊 呼吁要对啊 COVID-19啊 进行人民战争 那么昨天呢 周三呢啊 周三呢 这个李克强啊 又又向这个十万 十万干部进行了同样的这个视频讲话啊 警告这个经济危机比两年前 20来年还要严重啊 呼吁他们平衡好啊 这个啊 疫情啊 防控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系啊 不能单打一 不能一刀切啊 啊 那么 甚至更加强调经济这面啊 更强调经济面啊 他通篇讲话中间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动态清零这四个字啊 只是简单的提了 疫情防控啊 疫情防控这样的字眼 啊 那么 李克强啊 他表示呢 就是一定程度上 中国经济的困难 比20来年还要严重啊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搞的 这些官员嘛 一方面是 习近平啊 要要强调啊 官员要推动 清零啊 另外一方面呢 李克强强调 你要提振经济啊 你要保持市场主体 你要稳增长啊 二季度不能增长 不能为负啊 你要保就业啊 甚至说你要想搞 搞疫情防控 你也得有 这个支持啊 得有财力支持啊 啊 我们知道现在 这个 呃 有很多地方啊 在挪用这个医保啊 挪用医保去 做这个核酸测试啊 那么现在国家医保总局啊 已经 医保局已经发通知了 不允许啊 那个钱 不是给你做核酸检测用 那这个显然好像跟 跟那种紧急动员的 全民 动员做核酸的 这个政策就 就 抵触了 甚至是 啊 甚至是 就就要断他的粮啊 断他的粮 因为很多地方 财政上 欠收嘛 今年都整个是欠收的状况 状况 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啊 30%的欠收啊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 地方拿出20% 医保拿出80% 做核酸啊 那么现在 国家医保局说 这不可以啊 这钱不能用来做核酸支付 啊 那你地方政府 你要求大家 什么 应减尽减 那你就得 政府就得解决这笔钱 那政府从哪解决这个核酸的钱啊 所以这是断了这个 全员核酸的后路 这个也算是断了动态清零的后路啊 啊 有感兴趣的这个 听众你可以查一下啊 观众你可以查一下 啊 医保局的这方面的动 这个通知动作啊 就是 反对这个地方政府挪用 挪用这个医保啊 去做核酸啊 去支付核酸费用 那么据彭博社报告呢 有八个啊 不愿意这个公开具名的官员 地方官员 财政官员说 呃 这种困境啊 就是无所适从的困境啊 让让这个 让让现在地方政府陷入一种 瘫痪状态啊 瘫痪状态 就是说 是东泰清零为先呢 还是这个 保增长为先呢 啊 这都是来自于这个 党中央国务院的啊 命令啊 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个指令 那你听听听谁的啊 显然李克强也是代表党中央的 你表面上看 他是个国务院会议啊 但是你想想他的 呃 国务院出席的这个 除了王毅啊 除了王毅 他国务院的领导班子 全部全部在场啊 甚至国安部 这个国防部长和这个公安部长啊 全部列席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个会议啊 一定是得到了政治局啊 呃 常委认可的一个会议啊 否则的话 李克强 还不起这么大的一个阵仗的会啊 换句话说 这个会上的精神是得到了常委会啊 多数意见支持的啊 多数意见支持的 而且呢 非常郑重啊 就是所有的副总理啊 全部在场啊 由这个政治局常委韩正做主持啊 那么 所有的国务委员除了王毅 正在这个南太平洋访问 其他的全部列席啊 这就叫郑重其事 而且会后呢 这个 因为参会的都是行政部门嘛 行政部门的一把手 就是省长 市长 学长啊 要求他们向 呃 同级的常委会通报啊 向这个呃 一把手啊 党委书记汇报 实际上党委书记也是 清清楚楚 但是这个形势必须走到啊 这个形势必须走到啊 告告你知啊 告你知啊 实际上国务院这个也是 政治局多数的意见啊 否则李克强没有这个胆量也 也没有那个能力啊 开启这个十万人的大会了啊 如果说没有多政治局多数意见支持 他开这个会啊 无异于政变 他有什么实力搞这个政变呢 那非常清晰啊 就是按照党的程序啊 按照党的程序 他得到了多数意见的支持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这个分析 经济分析者投资者啊 都认为这个李克强 这个会议呢 是对加强这个重振经济啊 紧迫性的一个共识啊 但是呢 他又透露了 有四个高级官员表明啊 这个没有改变他们观点啊 动态清零还是当务之急啊 从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说 你不控制疫情 你可能就要丢官啊 但是你启动经济啊 放了疫情啊 并不能保官 并不能保住这个官啊 所以但是你经济没有搞好 大家都没好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各级官员内心里头 还会把动态清零放在前头啊 毕竟这次国务院这个大会啊 没有直接得到习总书记背书嘛 各各省的一把手 也没有要求出席嘛 所以所以这个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说很多城市的这个最高官员啊 就是党委书记没有列席会议啊 因为他们干嘛去了 都是去去搞这个动态清零去了啊 所以这个他这个话 我也是不太能理解 不是说参加这个会 你就耽误了你的这个动态清零了 那顶多表明了一种态度 就是说你愿意啊 你就是就就好像李克强在云南开会啊 开12省省长会 那过来的11个省的省长都在 而且但是呢省委书记不在 只有只有广只有这个 呃云南的这个呃 省委书记在场 这很清楚他是地主啊 那么这个会议也是 如果说你省委书记觉得你自己有必要出席 那你就来 你没有必要出席 还有别的事你就不来 但是我相信呃 这些省委书记呢 面对的当的25号的时候 当天他没有别的事比这个更重要啊 出席不出席啊 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啊 就是一个政治表态 这个会后我也没看到了 就是湖北湖南浙江省啊 这个省省省政府都开了这个落实会 实际上这就是表态的过程啊 报道也是表态 当然也可能是泽七耀尔报道啊 那么根据一个叫麦克阿福啊 这个专家啊啊 麦克阿福啊 他说呢 虽然李克强在他的这个会上 没有直接批评动态清零啊 也没有说要改变他 但是呢 他对这几个月 这个地方政府实施刺激政策的 这个缓慢步伐 表示明显失望啊 那么他现在呢 正在试图这个救经济啊 但是呢 却没办法去调整 造成这个这一切的祸根 就是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啊 所以这个 这就是麦卡夫说 这个李克强县面临的困境就是这样 所有人都知道 所谓三四月份中国竞技下滑 根本原因啊 就是说为了对付奥米克戎 各地都在大规模的这种封城啊 都在静默啊 都在各种各样的办法啊 阻断那个供应链 阻断产业链 但是呢 这些人就是没办法直接了当的说 动态清零不行 我们停下来吧 为什么 因为是习总书记啊 全党的核心 党中安的核心 他力挺的政策啊 那你在这样个情况下 就类似于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一样啊 三面红旗不能倒 那三面红旗不能倒 你很多事情你纠正就不彻底啊 那那现在是这样的话 那尤其是呢 还有一个要开二十大啊 要开二十大 习近平想连任 那他能说我动态清零搞错了吗 啊 他若不说的话 那经济就要下滑 所以这个二难处境呢 怎么办呢 啊 那就让李克强你去搞去呗 啊 他也不会 估计他也没有坚决反对李克强去提振经济 你有本事把它提振下来 也也是对二十大的一个贡献吗 但是只是啊 就是这种间的逻辑 可能就让习近平是比较难看啊 就是因为你的动态清零 严厉的动态清零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难 也造成了民生的困难和经济的这个困难 那怎么办啊 所以 李克强啊 去提振经济 但是李克强出政策提振经济 还不能说动态清零不能搞 只能说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搞好这个经济工作 而且呢 你搞好经济工作 才能给这个疫情防控提供财力支持 但是你想想这些干部 如果说他们的所在的省市区出现了奥米克戎的大规模爆发 那他是不是这个关帽子是不是随时有可能被卸掉 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李强对不对 那那在这样个情况下 他提振经济的这个动力有多大 那提振经济必然要解锋嘛 必然要打通产业链嘛 要不然你经济从哪体现呢 让你第二季度绝对不能为 努力确保为正 那你在这样个情况下 他是打击各方面都是打击经济的政策 他怎么样让他努力的为正呢 最简单的努力就是不要管奥米克戎那个事 谁敢不管 所以呢 对于这么一个困境啊 尽管李克强用了这么大的阵仗啊 十万人大会啊 只要落实什么33项政策啊 六个方面33项政策 最后呢 股市的表现 非常一般啊 非常一般 那么 户深一 户深300啊 指数周三还下跌了1.1% 啊 后来保持持平 香港股市下跌啊 我最初我最初看到的户指是涨了0.5%啊 就是根本就跟没有发生这个事一样啊 就根本没有发生个事什么十万人大会搞经济啊 没有这么个事 对人们的情绪好像没什么影响 叫波澜不惊啊 那么根据当时的这个网站啊 有政府网站的那个通知 有从县级网站上能看到的通知 县级以下的干部啊 包括宣传环境 公共事业 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啊 都要参加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这个也是李克强 担心这个经济上出大问题 最后这个屎盆子会扣到他头上啊 最后他灰溜溜的下台 本来也就该下台了 但是在最后一阵上灰溜溜的下台 他怎么着也得表示一下 那么这个表示呢 就开了这么个大会 把他面临的困境啊 把国会员面临的困境 给甚至到乡一级的这个首长啊 乡长啊 到这一层啊 把他的这种苦水倒一倒啊 困境倒一倒啊 做个历史背书啊 最起码能起到这个作用啊 回过头来 人家对李克强的口碑不至于那么糟啊 为什么经济大滑坡没搞好啊 他做了最大努力啊 做了最大努力啊 那大家也都知道啊 因为你 疫情的这个防控问题 东泰清零政策闹的啊 而且他要求分省报那个 统计数字嘛 要分省报出来 你看都报出来都不好 那这个话实际上反过来讲 他也就知道哪个省的这个经济没搞好 实际上对这些省的省长 省委书记 也是一种压力 也是一种压力 因为现在实际上党中央的要求 就是你疫情上要控制住 你这个经济也要发展 这都是党中央的要求 当然党中央既要也要还要 像个叫叫什么巨婴一样啊 你又不给这个提供工具啊 不给提供工具 那么李克强的意思呢就是中央也没钱 我你给我借钱 有的省份管他借省长管他借钱 没有啊 说一切都是有预算的 而且呢我的钱还要用来这个供军备 供文教啊 供这个医保 我没有钱给你 你自己解决啊 那么总理基金是应付这个突然灾难的啊 突发事件灾难的 那个钱我也不能动 那怎么办呢 给你政策啊 你赶紧把那个发政府债啊 发这国债啊 发政府债啊 你可以借欠钱吗 向社会欠钱 但是我就不知道社会这个 这个时候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 把钱踊跃去购买地方债 地方债已经是一个伟大不掉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这个搞法 所以习近平人家国外的评论说 习近平正在干死中国经济 还真是啊 那么他是聪明的还是笨的啊 有的人因为他聪明啊 也有人用他笨啊 那那那可能很少人认为他聪明啊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中国经济变成了北朝鲜那样 似乎不影响金正恩啊 是吧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也不能说他笨吧 因为你这种发达的经济体 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开放啊 那开放会造成很多事情 最高领导控制不了啊 也不知道也控制不了啊 那如果说把大家都关在鱼 关在一个缸里头 他他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你不是到处游来游去的啊 都游出缸外面去啊 从缸外面再回来 我不知道你从国外带回来什么 但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想多了啊 但愿呢这是最坏的一种猜测吧 最坏一种猜测啊 所以那个李克强呢 就是说必须啊 让避免这个二季度啊 出现负增长 因为呢 如果经济不能不能这个 在合理的期间运行啊 你复兴将付出啊 巨大的代价啊 那个经济代价将非常大 啊 另外他说在另外一场活动中间啊 李克强还敦促地方官员啊 要确保夏季丰收啊 实际上这个也 也在这个会议中间也提到了啊 就说绝对不能以出现了疫情这种 意外的名义啊 去妨碍收割啊 妨碍这个割麦子啊 下收啊 不能妨碍了下收啊 那么根据啊 中国的官方数据呢 四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6.1%啊 是历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啊 那么根据彭博社的八项指标综合呢 五月份的啊 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处于严重低迷啊 这中国经济 那么习近平似乎啊 没有再直接去谈啊 中国经济啊 斗争的这个情况啊 但是呢 他笼统的说啊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个决心不会改变 但是本来就叫对外开放吗 现在你这个高水平又是从何而来啊 那低水平的就不开放 那是意思是光 大众就不开放 只是高精尖的啊 开放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也不是啊 那就是 咱们不管他往下走 说这个中国啊 会向世界的开的门越来越大 这是冒聪会的这个起这个50周年啊 纪念会议上的一个评论吗 那说习呢是比较坦率啊 说在这个同样这个冒聪会的会议上啊 这个中中欧商会的会长啊 叫约约特克啊 约特克呢 就是专门走过来啊 问他们生意怎么样啊 所以约特克感觉到 乌克特感觉到哎 比较惊讶啊 这个总理直接很亲切跑过来问候啊 非常积极啊 非常积极啊 专门走过来跟跟跟我们聊天啊 那那是中国冒聪会的一个大会嘛 所以他所谓中欧商会 他并不是这个 以示主角 但不是唯一啊 不是唯一啊 主角之一啊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啊 他在这个虚拟视频上的一个讲话啊 但是只是一个空对空的啊 他没有没有像李克强这样 直接的去跟这些人做互动啊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习近平他搞了一个 年增长5.5% 之后又搞一动态清零 那么这动态清零肯定要干死这个 年增长5.5这个目标 那我估计从官员的角度来讲 基本上都是把这个清零政策放在第一位了 那个因为那个搞不好 当时就可能把你免掉 但是呢 5.5这个呢 大家都同不过 那可能也 也不是什么太重要的问题 但是李克强也说了 这个分省要统计啊 他把压力给了省长啊 要分省公布 分省公布这个二季度的这个 经济增长 实际上就剩6月份了 5月份也快马上完了嘛 你能怎么样 这最后几天 所以现在靠什么 靠投资啊 靠投资把这个增长拉上去啊 消费 消费那你有动态清零的话 消费也弄不成啊 因为动态清零既影响消费 又影响就业 可能对投资的影响会小一点啊 所以现在的这个很多银行啊 也不愿意往外贷款啊 这个是 这个李克强可是心急如焚啊 心急如焚啊 那么 对于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洗礼之争呢 啊 有一些评论啊 有一些评论啊 有朋友转给我这么一条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不完全赞同 但是给他念一下 蛮有有趣啊 他说中堂啊 这中堂就是说 李鸿章那个角色吗 中堂啊 李中堂啊 就是李克强啊 说中堂是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他个人有权利决定召开 史无前例的全国十万干部大会吗 这不是史无前例 这是第二次啊 2020年有一次啊 是第二次啊 他说何况这个会议的主题是 强调中央政策失误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啊 这个会议当然也没有强调说中央政策失误啊 他只是说国内外的超预期 超预期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想到 这个俄乌战争我没有想到 这个奥米克戎再起我没有想到没有超预期嘛 啊 计划里头没有这两件事啊 顶多就是有暗示 暗示什么呢 你在处理这两件事没处理好 比如说俄欧战争 哎 你处理你站在了俄罗斯一边啊 奥米克戎 你站在了清零一边啊 你搞了动态清零啊 甚至俄欧战争还有的开解啊 因为你 你当时也不知道 这个普京要搞军事冒险吧 所以有一个 什么无上限 什么加油站啊 乐玉成可能还因为这个 被调离这个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个职务了啊 就是中俄这啊 中俄之间哈 只有加油站无终点啊 那就是好得不得了啊 但是你这个应对奥米克戎疫情 这可完全是怎么应对 完全是党中央决策的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方案可以很多啊 但是可能是选了一个极蠢的方案啊 最好的方案就是应该是进口疫苗 迅速给这个有基础证的老年一施打 完了以后就放开 全国放开正常工作啊 除非你想搞阴谋啊 除非你这个心里头有有什么鬼啊 第一个想从这个核酸检测里头挣钱啊 第二个就是想 让这个所谓的14亿人 这个叫福同性训练啊 就把就把大家都要捆在家里头啊 搞这种紧急状态啊 为你或者开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后 朝鲜化做准备啊 这也是一种 这是一种网络上的一种推测 似乎也有一部分道理 我说除非啊 但是这个伤害呢 就是你的个经济伤害非常大 但是在某些政治挂帅的人来讲 政治目的能达到 经济目的 没那么重要啊 你想一想毛泽东你就能知道啊 所以但是他就说 李克强啊 这个会议呢 暗示了主要决策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两件超预期事件 哎 你预期到了没有 没有预期到我们 都可以认可啊 人非圣险 熟能无过 但是呢 你应对的好不好 啊 俄乌战争这儿 你可以说你有地缘政治的考虑 你奥米克戎这儿完全是你自己的事 啊 你顶着压力啊 甚至谭德塞都提拽说你这不可持续啊 那中国政府直接让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公号把这个删了 把谭德塞的话删了啊 那所以 这这个 这个朋友就说了 说总理个人肯定没有决定召开这个会议的权利啊 啊 那么地位更高的元首也不可能同意召开这个会议啊 他做了两个肯定性的判断 第一个李克强没有权力决定召开这个会议 第二个 习近平不可能同意召开这个会议 那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同意 但是他反对不了 为什么反对不了 他说然而国务院召开的这个 主办的这个十万干部大会居然顺利召开了 不仅全部四位副总理陪同出席啊 实际上不是陪同出席啊 这个这个这个表述里头有很多问题 但是他这个点很好啊 是 韩正是主持会议 这是国务院的会啊 人是主家啊 韩正是主持会议的啊 不是陪同啊 那么说与经济工作无关的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也陪同出席啊 这也不叫陪同啊 就是你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的一个会啊 这不是李克强个人的会是党中央非常重视的会 所以这个国防部长啊 作为这个作为所谓的国务委员 他必须出席啊 那你公安部长有什么理由不出席啊 那就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规格非常高啊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经济落实会 但是说实在从内容上来讲 他就是一个经济政策落实会啊 因为在会上也不可能有讨论出什么新政策 就是传达就是贯彻 那么这个传达贯彻 李克强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自选动作 我认为不是 应该是个别字句可能是他自选的 自己说的啊 生动嘛 对不对 这不完全念稿子 但是呢 这个整个这个会议的精神 应该是常委多数同意的啊 所以他说 这有什么政治意义 显然总理背后有多数常委的支持 没有错 他第二句话 获得了元老们的认可 未见得啊 未见得啊 因为 我还没听说开这么一个会 需要元老们批准 啊 这个其实应该在 实际上在这个 胡锦涛时期可能都未见得 需要元老们来支持认可 啊 顶多是什么 顶多是政治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譬如说 譬如说什么呢 常委多数同意 这个习总书记坚决反对啊 就是不行 啊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把元老请出来 啊 那也就是从习近平的作风上来讲 碰到这种巨大的这种压力的时候 但他肯定就是往回退了 毛泽东都得退吗 何况邓小 何况你习近平呢 对不对 啊 像多数一线妥协 列宁也是啊 啊 列宁签签布列斯特条约的时候 也是最后这个政治局的多数都同意了 开始大家都反对嘛 啊 不能不不能割地给德国 当然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打下去 仗打不下去了 啊 那就同意列宁的意见啊 然后那再反过来在这个情况也是 这个经济实在遭的不行了 那习近平也不得不啊 就是跟着多数一线走 否则这个常委会可能就得闹到元老子们那去了啊 这有可能就有可能说 那我们听听那个 江主席和胡主席两位啊 前前总书记怎么看怎么想 这可能很自然的啊 没有人说是对对员 对这个常委会要动刀动枪 那除非那在历史上是有 那一个粉碎私人帮是这样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八九年的时候 邓小平是这样 但即使这样那也是用军队压 也没有说是对赵紫阳要调食要动枪 也没有这样的 甚至在戒烟之后 赵紫阳5月23号还给 还还给他这个温家宝中办主任说 要要要开会的 说你现在会议都不对啊 怎么不对 都是呃国务院的礼办 还有这个杨上坤办公室 国家主席办公室在通知各种会议 这不符合理智 不符合规制 应该中办开会 结果温家宝说什么 温家宝说开会也行啊 我可以发通知 只怕这个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什么意思啊 那你就对着干了 那你总书记啊 赵紫阳总书记 你用体制的力量和李 李 呃 这叫李洋啊 李洋背后的邓 你跟他们作对啊 你跟整个元老集团作对啊 实际上这个 这是赵紫阳的回忆了啊 实际上就是 是 赵紫阳也就罢了啊 放弃了就妥协了嘛 所以 赵总书记 在去世的时候 身上还是挂着党 还批着党旗的 在这个八宝山啊 遗体告别一世 也批着党旗的嘛 还是党的人嘛 啊 所以这个 从从从这个情况下来讲 应该是 在多数意见 习近平是退让了啊 就像什么 就像中美贸易战 刘鹤去跟川普谈 可能刘鹤新兵的想法啊 不管咋样 糊弄了川普 把这个东西牵了再说 压力太大了啊 实际上对中国经济也未见的不好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呢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主权上的一些焦虑啊 因为美方管的太多 插手太多 但是据说在常委会里头 遭到多数反对 那习近平那行多数反对 那我就跟多数意见走了吧 啊 因为你想 刘鹤和川普谈的那些条款 怎么可能瞒着习近平啊 他是代表这个习近平去谈的嘛 他是牵头人嘛 代表习主席的代表嘛 啊 但是未见的 给常委会通报过 要通报了 那就不会有什么多数人反对的 这回事啊 所以现在这个可能也是 东泰清零 招到了多数人的抵制啊 多数人决定让李克强去开一个 这个大会 但是你说多数人决定 那 李克强的那不是二把手吗 这些人不认李克强吗 不认 因为李克强实际上是比较弱啊 他叫弱在哪 弱在他是个废太子 你想想如果说 某个他本来是太子的 最后成了废太子 那哪个皇上不想把他弄死 但是呢中共是党国 不是一家这个家国啊 不是党国 是很多家的家国 是很多家的党国 所以在这种平衡里头啊 这些 这个韩正 比如以韩正为例啊 韩正有江泽民的支持 因为江泽民最初支持的陈良宇 结果被被胡锦涛给弄死了 干死了 对不对 也不说打死了 就是政治生命结束了啊 那么韩正啊 就就就取而代之嘛 实际上是代表上海的利益的啊 那么韩正的这个背后的力量 未见的比比李克强背后的力量差 是不是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 那么他们会有独自的判断 那么常委多数意见 为什么在 在这个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啊 当时传说是平衡的 最后 这个习近平的一票把自己否了啊 那为什么还有人能反对他啊 对不对 这说明这个工作机制还有 有一定的效用啊 就像毛泽东 在通过文化大革命 把刘少奇方打下之前 这种集体领导还是在发挥作用的啊 所以现在习主席破戒需要一个文化大革命啊 把这些反对给他的人就是打倒啊 否则的话 动态清零都都搞不搞不安生啊 他说啊 说这是可见呢 他的看法是得到常委的多数支持 还得到了元老们的认可 你也有可能啊 就是但是呢 多常委多数支持是必要条件啊 元老们认可啊 是 不是必要条件啊 有和没有 只要他不坚决反对就行啊 但是呢 不坚决反对不就也就是认可 你也可以视之为认可啊 当然从这个形势上来看啊 这个真有可能是他们会认可啊 你就去征求元老意见去 但是我觉得没有没有意义啊 现在这个阶段 除非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和常委多数 完全杠上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元老们是能起作用啊 他说这是党中央集体决定的拯救国运的关键会议啊 所以他把这个会议提的很高 说元首的亲信们控制着宣传工具 因此拼命淡化会议的重要性影响 他们的做法相当于癌症患者的垂死挣扎 比如说习近平两天没出现 在人民帐上 第三天的时候就铺天盖地啊 出来拔平来了 他说可笑的是啊 脑残观察家只注意官方媒体玩弄的误导舆论的技巧 却忽视了会议本身所体现的中央领导集体 拨乱反正的重大转向动态 我觉得他这个话的基调是对的啊 就是拨乱反正 拨乱拨什么乱反什么正 拨的是这个动态清零的乱 反的什么正啊 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正啊 回到正常的这个 这个轨道上来 政策的轨道上来啊 那么经济日报呢 实际上在26号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会议的第二天 叫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也有很多人看不懂啊 就说这个是呃 是冲着李克强去的 是反李克强的 啊 不对的 啊 这个文章呢 是配合李克强工作的啊 什么意思呢 头一天要 5月25号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大会啊 开了个十万人大会 那么5月26号经济日报 发一个文章是干嘛呢 是 帮这个大会 这个 叫什么 是撑腰的啊 是撑腰的 那么这个大会 因为他是在什么呢 他在这个 这个文章中间呢 只字未提动态清零啊 甚至疫情防控都没有提 啊 你能不能看出这个 这种滋味啊 另外一个 这个新华 这个经济日报 也是国务院主办的啊 国务院主办的啊 那个隶属关系 也是比较清晰的啊 他是管经济方面的啊 你说这个时候 他真的冒天下之不大不委屈 和总理去唱反调啊 他这个署名文章是整个编辑部啊 啊 经济日报编辑部啊 那你要说是捣鬼的 那你就是个别一个人的署名文章 这编辑部 这就是党委的安排啊 这个系 经济日报党委的安排 那是上级上级有这个任务的啊 所以5月25号新华社就转了 转来什么的意思呢 就26号经济日报要发这篇文章 我今天就转 这是给李克强这个大会啊 造势的 提前就发出来 完了第二天见报啊 是这么一个过程 你看看这些字句啊 你看看这些字句啊 他说这个经济日报啊 编辑部这篇文章说 近日啊 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 这就4月29号的吗 分析当前形势和经济工作啊 立足大局把握大势 强调什么呢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什么意思 就是经济和发展 不可以废掉啊 疫情要防住 更要注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这是经济 这是政治局多数意见啊 啊 那么习近平的意见在5月5号呢 体现的要斗争啊 跟一切否定动态清零的 啊 这个言行 要斗争啊 否定的质疑也不行啊 歪曲也不行啊 所以 习近平 这我说李克强这三条都不提啊 都没有 他根本压根就不提 那么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呢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社论吧 他也不提啊 他也根本不提这个茬 而且他解释说要把一月份的这个向好的经济 与三月份以来的情况分开啊 否则你会干扰对经济运行真实状况 机遇挑战的判断 说三月份四月份经济啊 部分经济指标转弱 是疫情春夕带来的啊 他说面对新的下行压力 更原因挑战 我们经济显示出强大韧性啊 他这个意思是鼓劲的啊 说你不要一个劲的 你就因为这个疫情冲 没有信心了啊 所以他下面说要秉持稳中求进 突出稳子当头 就进就不能想了 要稳啊 说这个当前中国经历压力叠加 稳这个难度增大 稳就业啊 这个严峻啊 物价压力上升等等等等啊 他说什么 营南尔上奋发有为 在稳经济和筑企业上 发发挥更大效应 谁能持续稳住经济大盘 就能克服疫情影响 稳住民生底线 在新一轮增长中获得先机 这意思说这是国家战略啊 谁能克服疫情 这是国家战略 他当然这是对中国人 内部内部是在国内的人发表的 那国外的基本上都走出疫情了吗 所以他现在也着急这件事啊 要但是他说克服疫情影响 稳住民生底线啊 稳住经济大盘什么意思 现在疫情没得大影响 你动态清零影响很大 这个话里就有话了 所以他他在讲说 今年确定的这个经济目标 要达成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啊 要对症下药啊 纾困解难啊 要什么 见机 这个强击见体 雇本培元什么意思啊 输企业之困解就业之难啊 等等他又又是一大堆啊 李克强的讲法 什么降税啊 什么退税减税啊 为市场主体什么送雪中送炭啊 各项政策要靠钱发力啊 各项工作加快节奏啊 什么专项债发行使用重点工程啊 都要跟上出台的政策要尽快到位 等等等等 这些全部是给李克强那些政策做吹喇叭的啊 所以跟李克强是保持了一致的调子 只字不提动态清零啊 只字不提动态清零啊 疫情防控疫情防控都不提啊 免得惹事啊 李克强还提下疫情防控 说那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要要保经济增长啊 经济增长了才能给疫情防控提供财力 那在这篇文章呢 你都看不到动态清零 也看不到疫情防控 不惹这个事啊 你们老大老二打啊 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啊 你下一次你让经济日报发一个 这个疫情啊 这个动态清零不动摇 他也照发也照样写 但是这一次 这是党中央的精神 经济日报编辑部写 这个文章啊 发这篇文章啊 意图也很清楚啊 就是宣传配合啊 这个宣传配合李克强 这个十万人动员大会啊 实际上是贯彻执行啊 动员这个会议精神啊 这个是一个动员这个全全国的啊 因为那个是部分啊 领导干部啊 到乡乡长这一级能看 能能看到的 这个会议的正式的版本 一直没有发发出来啊 也许哪一天啊 突然之间这个李克强 这个十万人打这个大会 这个发言正式发言出来了 那才叫习近平的脸都煽肿了 好 今天这个节目啊 就就到这里为止啊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 点赞转发 再次啊 感谢节目组同事啊 大力支持啊 今天是周末 大家辛苦 啊 咱们下周见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局势节目 是主主讲人郑旭光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5月27日 星期五 啊 大家周末愉快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米歇尔巴切莱特啊 正在访问中国啊 这也是2005年以来啊 人权高级专员 17年以来首访中国啊 但是呢 很多人员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啊 这个不会让巴切莱特了解到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 那么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啊 说这一次访问从23号开始 为期六天 巴切莱特会先到广州 其次到新疆的卡什和乌鲁木齐啊 他没有去北京这个议程啊 当然这个习近平和他视频见面啊 那么王毅和他在广州见面 还送他一本书啊 习近平讲人权 那么王文斌呢 啊 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啊 发发言人王文斌说 这个访问呢 采取闭环方式 双方商定 不安排记者随访啊 你人权问题 你不安全记者随访 那你是 这这这有什么国家秘密在里头吗 所以呢 很多人呢 认为巴切莱特能不能自由的去 这个访问啊 乌鲁木齐和卡什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那么在美国的腾标先生啊 他就说 中国政府一贯操控所有的国际访问 要么设置障碍不让他们来 要么答应的访问都是被精心安排的 基本上能看到的人和场面 都是中国安排好的 想要说真话 揭露真相的人都被控制和消声 这个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 应该都能够理解这件 腾标先生这个说法 他说呢 巴切莱特的这个访问 很难推动中国人权进展 或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从这几天的信息来看 他答应不安排记者随行 整个过程不透明 他接受王毅给的礼物 习近平论人权的书 接受这样的礼物 本身就是对中国政府的肯定和表彰 说巴切莱特从上任 这个联合国人权高专以来 我们对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 做法非常失望 因为他这四年来 没有提过西藏问题 而且对很多中国人权问题 表现的非常软弱 联合国关于新疆的报告 也一直没有公布 那么今年三月呢 国际大社人权观察等 200多个团体人权团体 致信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要求人权高专公布维吾尔人权报告 到现在也没有 那么美国国务院呢 在周二表示 巴切莱特访问中国是一个错误 普莱斯说 我们不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准备所需的必要访问权限 对新疆人权进行完整 无操控的评估 当然没有这样的事情 存在 国际大社的这个秘书长 卡拉玛德说 巴切莱特的新疆之行是处理 该地区侵犯人权的重要机会 但也将是一场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的行为的 持续战斗 联合国你应该是和中国政府进行战斗 因为他要掩盖真相 你要了解真相 这是一场战斗 联合国必须采取行动 抵制 被用来支持宣传 就是你不要变成了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 被你的行为被 成为对中国政府行为的一个背书 说这次六天的访问 只能触及新疆反人文罪 表面 问题的表面 但是呢 巴切莱特的访问至少必须关注 中国镇压行动的受害者 被针对的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 以及他们在海外的家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关在哪里 以及如何寻求正义 真相赔偿和备受损失 卡拉玛德还说 人权高专必须避免成为中国政府 试图掩盖人权行为的同谋 中国政府可能正在利用这次访问 通过伪装来自证 这现在第三方嘛 近日呢 BBC获得了一批被称为新疆公安文件的档案 其中有数千张 大概2800张 高度保密的大规模监禁系统的照片 以及当局对试图逃跑者 可能开枪的严厉政策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是由黑客获得了 分享给了14家媒体 让他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还提到了习近平啊 要求扩建那个集中营啊 建立更多的集中营 那么这个文件还揭示了啊 中国将再教育营和正规的监狱啊 作为两个独立但互相关联的系统啊 对维吾尔人实行大规模拘留 那么这这个是 关于这个人权高专啊 这个专员啊 巴切莱特访华的一些背景啊 另外根据新加坡啊 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 拉斐尔潘图奇啊 他的一个看法 说北京啊 之所以现在接受联合国人权高专的访问 是因为他们更有信心 因为大部分打压工作已经完成 在习近平对分裂分子恐怖分子 进行了五年多的激烈无情的斗争后 北京正在向外界重新开放这个平和的啊 的打引号的平和的省份啊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一个橱窗啊 从去年马兴瑞啊 12月份马兴瑞被任命为新疆党委书记 是一大重要标志 我觉得也也不见得啊 是因为这个陈全国确确实实引起了 呃国际社会的制裁啊 陈全国都列上了名单啊 那么在这样背景下 调马兴瑞去啊 就是这个把单纯的脚变成脚辅并用啊 脚辅并用啊 那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受受压力 并不是这个镇压已经完成了 而是发现镇压 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弹 这个给中国带来的很大的损失啊 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形象上的啊 所以呢 需要让马兴瑞啊 作为另外一种形象出现啊 那么马兴瑞工作做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啊 让那个联合国高级专员啊 人权专员来看一看啊 那么 巴切莱特呢 应该在明天啊 28号美东时间啊 他应该有一个讲话啊 那么 人权观察呢 就警告他 他的信誉可能会受到威胁啊 那么法国的新任的外交部长 科隆纳也呼吁联合国特使 应该真正的不受障碍的进入 但是呢 非加罗报啊 这都是法国的媒体啊 非加罗报呢 他就说联合国特使啊 因为他很谨慎的立场 反映什么 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日益增长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 拉斐尔潘图奇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一个 在新疆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如果说 联合国人权高专 在公布一个不冷不热的报告 那刚好 有利于 北京回应来自国际上的 这个西方国家的攻击啊 实际上北京市因为北京在联合国系统啊 他想试图利用联合国系统来扩展他的影响力 那么这个时候让人权高专来 一方面是 这个给人权高专一个面子 对不对 给他们一种工作的方便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希望他们给中国政府一个背书的机会 就像前面滕彪先生说 这个人权专员接受 王毅给他递送的习近平 这个讲人权的书 这多么何其荒谬啊 何其荒谬啊 那么现在呢 中国政权呢 试图将这个联合国代表团的 这个高专代表团的访问 人权高专的访问 以新冠清零的名义 把他们搁在一个泡泡泡里头啊 因为没有记者随访 说这是新冠 新冠期间啊 所以呢 通过这个过程呢 就洗白关于这个 所谓新疆的虚假信息啊 让联合国给他来背书 所以呢 有来自18个国家 40名议员发公开信 给高专发公开信啊 人权高专发公开信 警告这一点啊 那么这些年呢 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大使馆啊 都拒绝了北京发出的访问 新疆的多次邀请啊 能让你访问 就是看到的都是他想让你看的 所以这些大使 索性就不去啊 因为他没有行动自由保障 没办法自由的获得信息 就是他的这些 所谓证人被被采问的对象啊 能够在无恐惧的条件下来讲述啊 讲述自己的遭遇啊 这就像彭帅一样啊 所以 这些大使们 欧洲国家这些大使们都不去啊 那么这这位 来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高专啊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啊 他说是这是一个挑战啊 他是来应对这个挑战的 他是来做调查的 这个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说我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人权机构啊 专员办公室 我必须和中国这个大国保持一个往来啊 这是我的人权啊 做人权工作的一个必要性啊 我不是去做调查的啊 所以你们不要误会了 不要误会了 这个高专啊 他是什么想法啊 人权高专的办公室怎么想 那么美国政府也谴责联合国人权高专 面对在新疆的暴行 保持了一个叫什么 令人沉默的 令人不安的沉默 而什么叫令人不安的沉默 因为 巴切莱特无限机的推迟 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报告 那么最近呢 就发生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啊 这叫 人这个人权高专的办事处啊 说巴切莱特访华期间啊 他将访问一些呃 这个地方和官员还要与民间人士见面啊 在28号还有一个新发布会 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啊 25号的时候 他和习近平有一个视频会面啊 在在这个习近平说啊 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实蛮实美的理想国啊 不需要对别国以止气使的教师爷啊 不能把人权啊 政治化工具化 搞双重标准 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但是如果你的内政确实侵犯了人权呢 能不能得到干预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都有这样的啊 都有这样的论说啊 那么新华社啊 引述巴切莱特说 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啊 这是和习近平的这个视频讲话 视频通话 保护人权实现社会经济方面 所做的努力和取得成就啊 赞赏中方为维护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啊 巴切莱特周一啊 在与这个外交部长王毅见面 他说在会上称 说我将讨论一些非常重要和敏感的话题 希望这有助于我们建立信任啊 能让我们一起工作啊 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啊 这个促进和推动人权合作啊 这是巴切莱特说的啊 希望和中国在全球啊 进行人权合作 那么在中国外交部的这个通告中间呢 说巴切莱特在会上祝贺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啊 王毅还说人权高专啊 访华是一次增进了解啊 加强合作啊 正本清源之旅 什么意思 正本清源就是要借人权高专来这个澄清关于新疆的那些西方所谓的谣言 所谓的虚假信息啊啊要让人权高专给中国来背书的 那么人权高专的发言人啊 伊丽莎白斯洛塞尔接受采访 他说中国方面错误引用了巴切莱特的讲话啊 他对美国之音说巴切莱特啊 这是BBC的报道啊 他说巴切莱特确实赞扬了中国在消消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 但他没有像中央电视台所报道的那样 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为什么呢 因官媒说巴切莱特祝贺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促进人权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根据这个发言人的说法说巴切莱特实际上说的是 我们将讨论敏感重要的人权问题 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我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和全球的人权 是希望促进中国全球人权要希望讨论敏感重要的人权问题啊 他没有说祝贺你在促进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啊 对发言人来必谣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话就是尴尬了 这个是个罗生门啊 希望啊这个中央电视台能够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啊 来打退这个人权高专办公室发言人的这个斯洛塞尔这个谎言啊 他又给中国政府抹黑了啊 这个人家巴切莱特没有称赞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这个进步啊 这个央视没有说假话啊 是这个人权高专办公室发说了假话了 会不会 不知道 我们可以等一天再看看 好 今天的节目啊 就到这了啊 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啊 刚才应该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 那么希望大家点赞转发啊 感谢节目组同事的辛苦工作 今天是周末 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 我们下周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我们下周见